報告院會 每次會議議程所列討的事項 均已經處理完畢 報告院會 今天是第三會期最後一次院會 這也是一個和全國人民修緝與共 同舟共計的會期 因應COVID-19 編毒疫情突然升溫 編院朝衛黨團齊心協力通過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效期展延至2022年6月底 並調高預算上限至8400億元 以協助全國人民順利渡過難關 會期中為了抗議 編院迅速提升院期內防疫標準 也進行了史上所次的院會視訊會議措施 並適時成立立法院未來國會院警規劃 立法諮詢委員會展開未來國會院警的研議 我國首部開放國會行動方案 也於3月9日上線 以促進公民更方便參與國會的運作 編會期是一個民包物以福國立民的會期 感謝國會黨團合作除通過台北改革 聲援緬甸人民等三線共同結議文外 也通過數十項重大議案 其中法例案有五十六案 大致可分為三個變項 在增進國際民生方面 未來促進居住正義 修正所得稅法 抑制投機炒房 修正住宅法 調高社會住宅 提供比例達百分之四十 修正都市更新條例 提高容積獎勵 簡化拆除程序 加速危老建物重建 修正土地稅法 調整免增殖稅的範圍 促進住稅公平 為鼓勵節能減碳促進消費 修正貨物稅條例 延長節能家電 和中股車輛太具換新 退稅優惠局限 為保障勞工與保護弱勢 制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及保護法 修正勞工保險條例 和勞資爭議處理法 確保勞工老後的經濟安全 爭議裁決制度 與植栽保障 完成勞工保障最後一塊病途 長期照顧服務法的修正 將扣增長照服務能量 讓國員打拼 沒有貨顧最優 在貨值教科文實例方面 通過文化藝術講述及促進條例 以扶持講述藝術產業 強化藝術工作者 職災保障及協助 通過國立台灣藝術博物館組織法 及國立台灣文學館組織法 切立組織升格 保存並活化台灣文學歷史 國家重點領異產學活作及年財培創新條例 提升年財培和研發效益 或是科技和產業競爭力 以更多的半導體學院打造更多的復古神山 注定太空發展法 提升衛星產業鏈 整合我國半導體資通信 精密機械優勢產業 打造太空競爭力 在捍衛生態保護動物方面 修正森林法 加重處罰盜罰 以保護森林 修正動物保護法 以更明確規範尊重動物生命的行為 並全面禁用補塑夾 修正 做醫師法 以保障 世主 帶寵物看病的權益 守護陪伴國檢的毛小孩 備受國際專注的修憲委員會 也在5月18日正式啟動 修憲案共有56案 期盼經由修憲研討會 與公聽會的舉辦 擬起社會共識 順利達成修憲的任務 臺灣全體人民是命令共同體 唯有團結才能渡過難關 最後再次感謝 扁略全體委員 各黨團 以及工作團隊 以助謹童年的辛勞 現在散會 謝謝大家